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贼的粗人就不能读读书听听课了吗 还是这么伶牙俐齿 怎么样 今天可有收获 收获颇丰 而且不瞒你说我还得了第一名 是吗 想不到小兄弟 看你这么说就是不相信我了 岂敢岂敢 只是如果我没迟到的话结果就很难说了 这世上有些人明知道有做不到的事情 就喜欢找特殊 迟到倒是一种很好的借口 迟到倒不是后悔 不过没能听到仁兄的高论倒是有点可惜 你要是真的这么感兴趣 我倒可以和你交流一二 若是这样那就不枉此行了 你不会嫌弃小兄弟我这个粗人吧 我也是个粗人 咱们谁都别嫌弃谁了吧 难道有这么好的环境可以认真看看说 是啊好好学学再和我一笔高下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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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nt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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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周公梦理论道不是是个好方法 难道你不知道有一种说法叫做假妹吗 我确实不知道 我要请问你 真睡和假妹有什么区别 在学堂里看的书看得太无聊了 所以就睡了 这叫真睡 而读书读得太专注了 以至于沉浸其中 思绪飘忽 这叫假妹 确实有点道理 其实什么道理不道理的 说那么多那都是自圆其说而已 我刚才真睡着了 我就喜欢你这种直言直语的性格 我早就说过了吗 我是一个粗人的 我说过我也是个粗人 不过跟你比起来还是有点不同的 到底是哪不同 我不如你 我虽然觉得有些学说理论长篇大论的真的很无聊 可是我又碍于面子不敢睡着 只好假装有兴趣的一直读下去 这世上难得有你这么坦率的人 我也只是言语上坦率 不如你直接把坦率表达出来了 你说的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么神秘 此物对别人来说 也许是普普通通的一件东西 但对我来说可谓意义重大 如果有人知道它的下落 我会重重重谢 那你打算拿什么来谢人家呢 看来你的谢礼十分感兴趣 我只是随便问问而已嘛 对于可以帮助别人又能得到实惠的事情 我总是非常喜欢做的 这么说你可以找到了 能不能找到我不敢说 不过我倒可以试试看的 好 那就麻烦兄台了 不过我想知道你要用什么来谢我 随便你说吧 只要我能做得到 那我得好好想想 真的吗 想办法